而就读台东体中国中部三年级的学生金丽伟华 在今年的全运会当中 一举拿下男子组射击个人赛冠军 年仅15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金牌得主 教练李峰岚表示说 金丽伟华除了有射击的天赋 他自己也投入大量时间在练习 在这次的赛事中他展现高度的专注 最终逆转胜一举夺金 熟练的田庄子弹全神贯注 这是日前刚拿下108年全国运动会男子组 射击10公尺空气手枪个人赛 集团体赛的金牌得主金丽伟华 就读台东体中国中部年仅15岁的他 日前才在全中运上打破大会记录 首次出赛全运会 便成为最年轻的射击金牌得主 指导教练李峰岚透露 比赛过程中一度落后 最后决赛逆转胜击败老选手拿下金牌 李峰岚指出 涉及竞赛 宣秀的专注力十分重要 金丽伟华在赛事中的把揮优势 个人专注度及天赋都成为加分条件 更重要的是平时投入的努力 他的时间之外 大概我们的专场时间之外 他晚上或者是假日我都要求他过来 但是他也有他喜欢玩的一面 但最后面我们不能讲说 小孩子都这样子 如果他想要成功 他要克服这种谈玩的个性 但是我能够肯定他的就是说 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是所有选手里头专注力最好的 金丽伟华表示 从小就对涉及有兴趣 平时积极把握时间投入练习 参赛过程落后时感到有点紧张 但仍保持稳定发挥水平 先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对枪类远程的东西比较有兴趣 所以常常接触 然后也会自己做一些小东西来自己打 打了两个八之后 我开始要慢慢往上追的时候 我怕说如果打不好的话 会让家里的人和教练失望 教练李峰南表示 金丽伟华将于11月初前往卡达 参与亚洲射击锦标赛 同时鼓励选手把握时光积极努力 对此金丽伟华也期许自己 能够在后续赛程中获得佳击 记者江碧任台东综合报道